民眾黨有解釋 授權金叫做行政管理費用 拜託好不好 一般登錄的時候 會把所謂的簡單的 登錄到複雜的 一定把複雜登錄到簡單 為什麼柯文哲的所謂的 木可公司可以拿到 柯文哲總部的授權金 除非是木可公司 他擁有柯文哲的人格權 否則柯文哲總部 本身就是柯文哲的 除非柯文哲已經跟木可公司 簽訂了所謂的授權合約 這一家公司擁有 我柯文哲所有的人格權 所以所有的其他公司也好 競選總部也好 你們用我柯文哲的名義 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必須付錢給這家公司 周杰倫有一家公司嘛對不對 那你為了你所有的東西 要用周杰倫的所有的品牌 實相照片也好 都要跟周杰倫的這家公司 去付錢給這家公司不是嗎 所以柯文哲總部付錢 給這家公司的授權金 是不是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這家公司 其實已經擁有了 柯文哲的人格權 否則為什麼 李文娟擁有柯文哲的人格權 而不是柯文哲自己擁有 自己的人格權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因為黑熊學院 我們有自己的LOGO 那假設今天有人 要來使用我們的LOGO 譬如說他要開一個教室 什麼之類的 你要付人家錢 柯文哲不要付他 我們要拜託他付錢給他 拜託你用 當然在商業上 也有一種可能性 譬如說假設是蘋果電腦 以後說以後他的電腦 上面都壓一個黑熊的LOGO 那說真的我願意付錢給他 對 真的不一樣 但是這家木可公關公司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還是柯文哲是木可的藝人 他可能就有這樣授權金的部分 沒錯 等一下我再講 我幫柯文哲解套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一個比較合理的講法 可能就是他是一個成功的創業家 他就是投資了這家木可公關公司 他投資他以後 結果他也賺錢 他投資一千三百萬給他 然後他賺了大錢 賣了那麼多小物 然後賺大錢之後 他也完全不分一杯根 然後就以這個創業家的精神 然後想要流傳後世 就是扮演天使基金 對 天使投資人的角色 但是我要到回來講就是說 其實這個法律責任 其實是蠻嚴重 因為畢竟假設 我們先不要講說 他是跟政治獻金有關 即使就是那麼單純的 你把這一個錢放在這一家 叫做木可公關公司 你可能會有被 這個的確會有背信的問題 因為你可能是在 因為背信叫做為他人處理事務 如果你今天為他人處理事務 你去違背了這個信任 因為你做了一個不合理的 就算他就是投資 他也是個完全不合理的投資 所以這種背信的問題 其實是要被討論的 今天那一個新聞稿 竟然說他的理由 是要做倉儲等等之類的 這個就更不合理 你就更讓別人有這個說 你有違背信任這件事情 然後更不要講說 假設他只是單純的商業行為 那只是背信而已 但今天有政治獻金的問題 他的來源本來是政治獻金 那你等於規避了政治獻金 這一個制度 然後讓這個錢進入到一個 無法審核的狀況 他說他們有報給監察院 當然也沒錯 就是因為他們有報給監察院 我們才知道這件事 那你報給監察院之後 你現在細項在公司裡面 也是沒有辦法得知的 那你這樣是不是在 等於在對監察院做詐欺的行為 所以你規避了政治獻金 你可能又有詐欺 又可能會有背信 這是嚴重的事情 結果發了這樣的新聞稿 那我們來做一個可能性 有沒有可能說他的錢 那個公司木可的錢 可能流入到私人口袋去 因為這部分我們是查不到的 那就要看木可 他本身的這個股東 或者他裡面的人有誰啊 有沒有他的親戚啊 那這個是很難去知道的事情 但重點是喔 因為四叉貓爾說 因為這個授權金的部分嘛 總共一千三百萬嘛 有沒有可能一首競選歌曲的授權金 是一千多萬呢 因為他說柯文哲 這一次沒有搞什麼聯名啊 唯一就只有這一首這個競選歌曲 有沒有可能一首歌的授權金 要到一千三百萬 不可能 因為我們黑熊自己也有做歌 所以我們自己知道這個價碼 沒有到這個的十分之一 雖然對方也是非常的佛心 這個我們當時是請這個知名的樂團 幫我們做歌 絕對沒有到 你們都已經找到知名樂團了 對啊 是非常之得獎的樂團 幫我們做歌 都沒有到這樣的一個價碼 那更不要講說 他們還有這些所謂的競選小巫 他們是拿來送的嘛 那拿來送的 或者說你在競選的時候 這個是金額 不能夠超過一定的數額 所以你把那個數額 乘上那個數量 跟這一個他給的金額 也對不起來 所以他規避的事項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其實就要合理的懷疑 他會不會有這一個金流上的問題 因為他的名稱叫做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真正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在做行銷 在做公關 在做政治的工房 所以如果說 他今天這個金錢 根本就不是以商品為主 而是以公關為主 那聽起來就比較合理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之前他們把會做公關的人 把他放在捷運的公司 放在各式各樣 臺北市政府的單位 他的目標就是在網路上做操作 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你先作為一個公關公司 你的本業應該是做這一個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金額 這樣看起來反而還比較合理 好 但大家說現在木可公關 看起來好像比較像是倉儲公司的感覺 到底錢流到哪裡去了呢 柯文哲民眾 哪怕說清楚呢 好 所以現在柯文哲說呢 他給的授權費 給木可公關的 其實是一些倉儲的費用 大家說哇塞 不得了了 真的是收費很歸要一千三百萬 但重點是什麼呢 請教他一三哥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水庫的概念 因為你看喔 如果這麼多家私人公司 都是跟柯文哲中間有關係 我們很懷疑說 這公司到底是誰開的 裡面真的是有員工嗎 那是不是 大家想說要做很多事業嗎 我怎麼只包辦民眾黨一人事業呢 如果說真的有這樣的公關公司的話 這邊合理的都是政治現金的走向 那有沒有一些不合理 大家可能看不到的錢 是藏在哪裡 要留... 留去哪裡了呢 沒錯 這張圖就是一個金流的圖 就是柯文哲的公關公司 拿了四千萬柯總部的費用 那這四千萬的費用 到底留到誰身上嗎 那為什麼特別會點出 所謂的授權金的問題 授權金 那叫做沒做什麼事 直接拿現金 叫做授權金 當然今天卡迪諾法學院 民眾黨有解釋 授權金叫做行政管理費用 拜託好不好 一般登陸的時候 會把所謂的簡單的 登陸到複雜的嘛 已經把複雜登陸到簡單嘛 行政管理費用是非常簡單 在會計帳裡面最常見的 所以如果是真的行政管理費用 你就直接登陸是行政管理費用 為什麼要登陸成權利金嘛 而授權這件事情 為什麼這麼的被人家質疑 因為那就是現金流入流出 完全沒有任何成本 而為什麼柯文哲的所謂的募可公司 可以拿到柯文哲總部的授權金 除非是募可公司 他擁有柯文哲的人格權嘛 否則柯文哲總部本身就是柯文哲的啊 本來就是他就有人格權 應該是屬於柯總部 我們剛才講說 應該是募可公司付給柯總部 除非柯文哲已經跟募可公司 簽訂了所謂的授權合約 這家公司擁有我柯文哲所有的人格權 所以所有的其他公司也好 競選總部也好 你們用我柯文哲的名義 要去做任何的事情 必須付錢給這家公司 而你柯文哲跟這家公司的關係 是不是除了這家公司的登記人 是你高中同學的妹妹 到底跟這家公司有沒有簽其他合約 如果他收到了授權金 包含未來的授權的費用的分潤 商品製作的銷售的分潤 柯文哲都有跟募可公司 簽這個相關的紙約 那個時候他就不一定是 這家公司的董事 他不要去分所謂的鼓勵嘛 不一定分鼓勵 他直接就分潤嘛 所以我強烈懷疑牧可公關公司 就是柯文哲的經濟公司 他藝人的身分是不是 對 柯文哲就是藝人 所以周杰倫有一家公司對不對 那你為了你所有的東西 要用周杰倫的所有的品牌 實相照片也好 都要跟周杰倫的這家公司 去付錢給這家公司不是嗎 所以柯文哲總部付錢 給這家公司的授權金 是不是就是這個道理 這才是罪大家的質疑 這個授權金的問題 而今天所謂的競選總部 發了那張新聞稿 他們其實只是在做一件事 因為競選所謂的政治獻金法 規範得非常清楚 政治獻金法如果有選舉的節餘款 你必須捐給政黨 捐給基金會 捐給協會 或者是留在你下一次的選舉使用 你可以 但是你不能開公司 也不能給予私人的公司 這個東西是非常嚴重 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的刑責 所以請教逸善哥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五年來民眾黨 其實也收了蠻多錢 包括政治獻金 選舉補助款 那有一些基金會 有一些收益等等 那他這樣轉來轉去 除了是可能看不到金流之外 是有節稅的部分嗎 還是要報稅的部分嗎 主要就是所謂的看不到這件事情 柯文哲標榜公開透明 其實他之前說 他不成立基金會 不成立協會 其實那時候我們是幕僚的時候 我就其實說 其實基金會跟協會是可以成立的 因為你選舉一定有節育款 你留到這些基金會跟協會 你可以做一些公益 這是對的事情 但是他說他不成立基金會跟協會 結果2024年他全部都成立了 連政黨都成立了 還加開一個公關公司 叫募可公關公司 那為什麼募可公關公司必須存在 因為基金會的帳 協會的帳 政黨的帳 都必須受到內政部的管理 你必須公告給大家知道 唯有一個帳你不用公開 那叫做公司的帳 你不用公開 因為它叫做營業機密 除非 我還要講 除非你違法 譬如說這次 有沒有違反正式現金法 有人檢舉了 檢調就可以進來調查 這家公司的禁留 所以他那個錢 到底是不想想誰知道呢 柯文哲這一次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他申報總統選舉政治現金 他結餘款還有六千多萬 對 好 政治現金六千多萬 你想想看 我們用人性的角度出發啦 六千多萬放在旁邊 但是你都不能用 你看到會乾淨嗎 對喔 而且四年後 如果你的政治現金 四年後沒有用 沒有用完的話 你的口袋裡面放六千萬 結果我看到一棟豪宅 好喜歡好想買 明明我也買得起 但是這個錢就是不能用 但是如果這個錢 變成了 換了一個面具 像變臉一樣 他就可以用了 所以柯文哲你這家公司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是把政治現金轉成私人財產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你那個授權費一千三百萬 是非常不合理的 而且剛剛一上舉那個 舉那個藝人開公司的例子 我覺得很對 但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通常藝人如果自己開公司 擁有他藝人本身人格權 那個公司負責一定是他本人 萬一今天開公司 就我把人格權給張一上 張一上把我人給賣了 那我怎麼辦 對不對 但是柯文哲這家公司 不一樣是 你不太可能把你的人格權 簽約授權給一個 你跟他根本不熟的人 同學的妹妹 對 你不太可能是不合不合常理 對不對 你要嘛公司負責人是陳佩琪 或他兒子 我我可以理解 那可能會被 或是沒有 對不起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太多 不合理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有人趕快去提告 因為木可公司 他是私人公司 他的帳我們沒辦法查 但是如果進入司法程序之後 檢調單位 他就可以去查這個帳 這這真的有太多不合理之處 他就在最好的帳戶 他就沒辦法做到 過 不要 發